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撤还雨 天外飞来的中国月音第一次传到了全世界 要知道美国的第一颗卫星是个不会发生的哑巴 而苏联的第一颗卫星则只会简单的呼叫嘀嘀哒哒 东方红一号卫星与核弹导弹一起 被誉为两弹一星 这让中国人民从此挺直了腰杆 刚刚建立政权不到21年的新中国 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呢 这里是新中国最早的卫星厂房 东方红一号就是在这里诞生的 一位国际友人曾经到此参观 却不相信眼前的一切 以为中国人没让他参观真正的卫星厂房 他实在是太破旧 太落后了 没有条件 创造条件也要上 中华大地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造星行动 这些奔跑的民兵就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当时无线电技术不成熟 任务通讯只能靠长途电话线 60万民兵出动保护电线杆 于是有了影像力看到的 沿途每根电线杆下都笔直站立着持枪战士和民兵 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 卫星发射那天 全国将近六成的通信线路被调用 一分钟准备 跳滑 卫星升空后 全国各地的人们齐刷刷抬头 睁大眼睛找寻这颗中国星 很少有人知道 他们最先看到的并非卫星 而是它的围裙观测体 中国发射的卫星要让全世界都看到 卫星太小 肉眼看不见怎么办 中国科学家就想出了半非围裙的主意 借群显星 这条围裙有卫星三倍之大 用肉眼很容易观察到 即便到今天 人们抬头仰望星空 依然还有可能看到它 东方红一号卫星还在地球轨道上遨游 只是曾经送星上天的人 绝大多数早已陨落 只留下一个个璀璨的名字 2016年 博物院批复 从这一年起 将东方红一号升空的日子 设为中国航天日 近半个世纪过去 太空中已有两百多颗中国卫星 开辟着中国人的星辰大海